秦宫戏近年来很受欢迎 特别是雍正和乾隆的后宫 不是争宠就是宫斗 简直比娱乐圈还热闹 其实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顺志 虽然只活了24岁 可短暂的一生 同样充满着浓厚的传奇色彩 特别是他跟董岳飞那段堪比偶像剧的爱情故事 更是赚足了无数后人的眼泪 今天我就该跟你好好聊聊 这对爱的轰轰烈烈的苦名原样 顺志原名 爱心觉罗福灵六岁登基 在位一共18年 然而这18年当中 有整整的十年 他都无权无势行动傀儡 因为朝廷大事 基本上由他的叔父 摄政完多尔滚一个人说了算 后来多尔滚去世 他开始清正 母亲孝庄皇太后依然处处干涉 尤其是体现在他的两段婚姻之中 顺志可不是一个妈宝男 从小放荡不羁爱自由 这就导致 无论跟叔父多尔滚 还是母亲孝庄皇太后都关系紧张 比如顺志的第一位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 就是多尔滚主婚 也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 但个性叛逆的顺志 偏偏在结婚当天不入洞房 结婚后的两年时间 对她是不理不睬 甚至不顾满朝文武和皇太后的强烈反对 直接将这个皇后废掉 没想到顺志的行为呢 惹得孝庄皇太后是大为不满 她对儿子说 你废掉一个 哀家再给你安排一个 很快顺志又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段政治婚姻 对这位年仅14岁的小皇后 顺志也是爱搭不理的 但这位孝慧张皇后好能忍 当初握心强胆的那位岳王勾剑 估计都没有她能忍 以至于让顺志实在是鸡蛋里挑不出骨头 所以皇后宝座倒是坐得稳稳的 却唯独失去了爱情 如此看来 顺志虽然坐拥后宫三千加厉 却偏偏缺少一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很玄妙 她像一位从天而降的圣诞老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可怜的人送来惊喜 终有这么一天 一个女人的突然闯入 给顺志看似拥有无上权利 实则身不由己的生活 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这个女人就是董岳飞 据青史稿记载 顺志十三年 也就是1656年 宫中为孝庄皇太后半寿臣 三品大城以上的家眷都要奉赵进宫来侍奉 这其中就包括顺志同父异母的弟弟 和硕贝勒伯木伯伯尔的附近董厄氏 那天在太后举办的晚宴上 顺志一眼就被坐在对面席上的董厄氏给吸引住了 她就像一朵寂寞洁白的山茶花 在那里静静的绽放 19岁的顺志突然有种大脑缺氧的迟钝 也许是情感压抑的太久了 当她遇到18岁的董厄氏 就如同一壶刚刚烧开的热水一样 彻底沸腾了 当晚她奋笔疾书 托人给董厄氏送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就是一句热烈的表白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 在你的眼眸里找到了属于它的天空 众里寻他千百度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只可惜董厄氏并非单身 而是自己同父异母弟弟的福晋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顺志 可不管这么多 接下来一系列疯狂的剧情是轮番的上演 先是董厄氏的丈夫 年仅16岁的伯伯尔突然死亡 接着顺志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韦 不顾太后和文武百官的反对 硬是把兄弟的福晋接近宫中 并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典礼 让他成为了满清200多年 唯一一位经过正式册封的皇贵妃 说到这里 也许你会问 这董厄氏为什么对顺志 有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 以至于不顾一切都要在一起 我总结了一下 这董厄妃身上有两大优势 是宫里其他妃嫔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 这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顺志从小受父亲皇太极的影响 对藏传佛教很感兴趣 平时经常会和一些高僧们来往探讨佛经 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不仅如此 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号叫行痴 而顺志的后宫虽然有三千家历 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 就是来自满洲世家 几乎各个木石丁 换句话说 都空有一副漂亮的皮囊 那里却空空如也 天天面对这些傻白甜 难怪顺志变得孤独寂寞冷 还会痒 只有董厄妃从小随父亲在江南长大 富有诗书气字华 在顺志的影响下 他开始专心研习禅学 俗话说的好 互相吸引看五官 长相厮守看三官 偏偏这两人五官和三官都很匹配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灵魂伴侣吗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顺志为什么哪怕跟天下人为敌 要跟他在一起了 因为这董厄妃确实属于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的那种类型的女人 其次 对于常年活在叔父和母亲应下的顺志来讲 董厄妃的出现就像一扇天窗 让他禁锢已久的心灵 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换句话说 小伙子都快憋出神经病了 有一回顺志拉着董厄妃一起在太和殿前空旷的广场散步 他忍不住对心上人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别以为朕高高在上 其实朕一点都不自由 做什么事不是要看叔父的脸色 就是得听母后的安排 连娶个老婆都不能娶个自己喜欢的 诺大的紫荆城 对朕来说就像一座监狱 朕就像一个犯人 哪儿也去不了 你看那蓝天白云多么的悠闲自在 你看那飞翔的小鸟多么让人羡慕 你再不来 我就要上《非诚勿扰》相亲了 那段时光对顺志而言 简直如同云上的日子一般梦幻 他经常觉得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董厄妃不再是董厄妃 而是他的另一个自我 皇帝的眼里只有他 起居都让他伴随左右 日子过得跟寻常夫妻一样 甚至俩人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肩并着肩 手牵着手 虽如皇后之名 但董厄妃在宫中的待遇和所受的恩宠 早已超过那个坐冷板凳的皇后 也许是造幻弄人 也许是天度红颜 在董厄妃为顺志诞下皇子 也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以后 喜剧已经悄悄地在向悲剧转化 可当事人却魂不自知 顺志还欣喜若狂直接昭告天下 宣称此乃朕第一子 并且已经决定未来的皇位传给他 只不过天不随人愿 这个孩子最后没有活过百日 就得了天花去世了 甚至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 悲剧并未就此落幕 儿子死了顺志当然难过 但最难过的还是作为母亲的董厄妃 董厄妃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 在经历丧子的打击之后便从此一病不起 三年后董厄妃也染上了天花 于顺志十七年也就是1660年 在成乾公病逝十年二十二岁 这位顺志最挚爱的女人就这样香肖语 早早地离开了她 顺志为董厄妃举行了一场堪称史无前例 隆重至己的葬礼 并不顾天下的反对 执意封董厄妃为皇后 董厄妃的离世 让顺志感到生无可念 精神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一向信佛的她本打算出家为僧 希望可以脱离苦海 最终一位孝庄皇太后的强烈阻挠 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 虽然没能出家 但她的心已经死了 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顺志再也没有上朝 一个人躲在乾清宫 为董厄妃撰写长达四千多字的记文 还命上至亲王 下至四品的官员去集体哭灵 凡是不哭的 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她还想为她做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殉情 追随董厄妃而去 也许连上天都被她的痴情给打动 在董厄妃去世不久 顺志也染上天花病倒 在顺志十八年 一六六一年 也就距离董厄妃死去一百多天之后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 仅仅在人世间走了二十四年 就追随自己心爱的女人而去 最终两个人合葬在一起 他们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 继续地长相厮守 都说自古无情帝王家 可顺志对董厄妃 从一见钟情到两情相悦 再到生死相依 成为了只献鸳鸯不献仙的神话 回看顺志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董厄妃的到来 给了这个追随少年很大的心灵慰藉 成为他向往自由的一盏指路明灯 由此 这曲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要人生死相许的爱情飞鸽 才能穿越时空的烟尘 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依旧让我们一唱三叹 感慨万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